第幾次上課 然後呢 後面的話會把 上課的清單列出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呢 我總共錄了六段影片 那包含就是 懶人包的安裝 所以你回去可以列個清單嘛 第一個OK 如果你回去懶人包也可以在你電腦上面run OK 那表示你 這個部分是有跟上的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那個Spyder3 這個環境消費的設定 比如說它原來應該是英文版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改成 像它不過它只有簡體中文版 OK 然後呢 環境是不是我是用白底的 那當然你用黑底習慣的話 你不用改沒關係 那它簡單的設定OK 然後如果不OK 沒關係你可以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那個影片 其實都有一些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像文字的串接 特別是字跟字的串接 前後雙語號它一定是文字 所以呢如果你文字跟數字要串在一起 串接符號就加號 那特別注意喔 不同形態喔 是不能串在一起的 所以喔如果你要兩個 都是文字 才能夠串在一起 所以呢上一次上課我有講到轉型 你要怎麼樣把數字 轉換成文字 有一個函數有沒有 STR 把它轉型 那相反的喔如果你 假設輸入的 像input進來的 可能就是文字 那文字要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 數字的話 有沒有 那叫int 如果數字裡面還有小數點的話 那就是用float OK 所以這三個轉型函數一定要記起來 因為這非常非常重要 以後的話呢 這些都是屬於 城市的基本概念 所以如果你基本概念喔都熟悉 而且不會做錯的話 我覺得 你以後寫城市應該會蠻順的 想要怎麼寫就怎麼寫 也就是你可以把所有工作流程喔 通通把它寫成一段程式 那接近你的所有工作流程就一勞永逸了 以後執行這個程式,那你的事情就搞定了 那就不用重複,反覆在滑鼠鍵盤在那邊敲敲打打 不用了,一次就OK了 但是你必須從簡單開始 沒有說一下子把一些複雜流程全部都會寫,沒那麼厲害 但是你慢慢慢慢越學越多 你會發現你能夠做的事情相對越來越複雜 不過你們也許現在還是幼幼班 我們這班當然希望你們可以至少上完這個課的話 可以把Python應該懂的一些基本概念一定要學會 再來的話,看能不能真的融入到你的工作裡面 可以想一些東西,盡量因為身邊有太多的data 所有資料通通都可以把它拿來用Python處理看看 如果說假如你以後處理起來越來越順暢的話 當然你工作上很多事情就可以不需要土法煉鋼,每次都重來一遍 所以這個是一個目標,我是建議各位可以 把這個目標設立,然後慢慢的 逐步地去達到這個目標 然後上個禮拜還有講到有關,敷點就是Float OK,就是小數點的 另外還有所謂的Toy次元 所謂Toy次元裡面比較重要就像換行,反斜線N 有沒有,那另外的話就是說如果你要輸出像雙引號 雙引號部分的話 在程式裡面已經被文字用掉了 所以用掉,但是你要輸出這個雙引號的話 那怎麼辦?很簡單,前面加一個反斜線 如果加一個反斜線雙引號,它就知道 你要輸出的不是文字的符號,而是一個雙引號的符號 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存檔 OK,我們是把它存在C點底下的那個什麼 Python2022的一個目錄裡面 所以以後,假設你開一個新的檔案之後 它的副檔名的點py,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模組 那我們再來存檔的話,記得就把它存在指定的目錄裡面就可以了 那以後如果你要開的話,也很簡單 就是直接怎麼樣,打開Spider 然後開啟檔案的時候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了,你就指向哪裡呢? 指向C點底下的這個目錄 Python,那我前面有加一個底線 然後呢,2022,那你會看到上禮拜 上禮拜寫的兩個程式,比如說年齡 你可以把它打開,它就可以打開了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關閉啦 如果你要新開一個檔案,就是直接新的文件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模組 OK,所以上個禮拜的一些重點,大家回顧一下 然後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怎麼樣加注解 注解的話呢,就是前面加一個什麼,警字號 所以如果你在程式裡面,只要在開頭的地方加一個警字號的話 那後面的程式就不會被執行 所以會注解就是不被執行 那想說不被執行,為什麼不把它刪掉 因為主要是這一段程式有留下來的必要的時候 那你就有必要前面加一個警字號 因為有時候你刪掉之後 那假如剛好這一段程式,你改完之後發現 不對,前面的比較好 那你又把它刪掉,那不是來不及了? 所以一般的習慣的話,前面加一個警字號就OK了 那可是,跟各位講一下,它有一個技巧,蠻重要的 注解的話,前面加警字號是沒錯 可是如果說我這底下的程式,全部都要注解的話 比如說多行,那當然你前面就加警字號 可是問題如果你這邊有五到十行,總共有六行 你要加六個,有沒有六個警字號 那有沒有什麼快一點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加警字號 其實跟各位講,一個快速鍵蠻重要的 因為這還蠻常用到的 比如說這一段,底下五到十行,我要注解的話 那跟各位講,你可以記一個快線Ctrl-1 Ctrl-按鈕加一個1 這六行就全部注解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恢復的話,再Ctrl-1就恢復了 所以這個一個小技巧,當然你不會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你要花很多力氣,自己前面打警字號 但是我們常常需要很多行都要注解的話 記得,選起來就要Ctrl-1 那如果你要把它取消掉,那就是再選起來 再按Ctrl-1就OK了 這招還蠻重要的 OK 好 那其他的話,上個禮拜還有哪一些重點呢 還有就是 這個有關邏輯 AOI,IF,A,L,AOIF有沒有 那當然我有跟VBA做比較 所以如果你想要就是多學VBA的寫法的話 那雲端白板上面,都有上個禮拜寫的程式 你們可以回去再參考一下 那完整的影片,完整的教學在底下 那我會在YouTube上面 傳到YouTube上面去呢 然後呢,並且建一個清單 把上個禮拜的影片就放在這裡 所以以後呢,你可以看到一個清單 那裡面的話就是上課所有的影片 那底下當然,這邊也其實會有時間長度啦 大概加起來應該 大概應該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另外的話呢 這邊當然也會出現,你們觀看的次數啦 所以其實呢,主要是你們在看 所以我大概就知道說,我會去有沒有複習 當你這個數字越高 表示大家回去應該越認真啦 OK 另外的話呢,其實我每個影片 你可以播放 那因為現在 播放的方式實在太普遍了 不過因為他剛開始會跳個廣告 那你可以把它直接略過 OK 然後理論上的話呢 這邊還有什麼 那另外的話,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影片呢,最高解析度 我記得好像只有720 720吧 OK,所以你可以調720 再來的話,我這邊其實是有加一個字幕的 OK 那加字幕其實真的蠻花時間的 可能還比上課還花時間 因為怎樣 如果一般習慣上要加字幕的話 變成我只要講一段話 那我就要打那個字幕上去 講一段話 所以一個小時的上課 錄影呢,就要打超過一個小時的時間 OK 你想說,那這樣子不是比上課還辛苦嗎 所以之前的話 甚至有那個字幕的廠商 誰沒有給我 我們可以提供服務 但是要錢 它有報價 一個小時 記得好像一個小時2000塊吧 我想說一個小時2000塊 那我乾脆有多給你就好了 OK 不過你想說 而且我每個影片都有字幕 你想說怎麼上 其實跟各位講 其實蠻簡單的 背後呢 其實跟Python有關係 因為Python本身有沒有 它其實具備有 這個所謂的語音辨識的功能 也是你可以去抓Google的外掛 掛上來之後的話 我只要把影片的這個語音檔 轉給它 它幫我轉換成文字檔 那文字檔呢 我再轉成那個SRT字幕檔 在我最後做一個動作 我掛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字幕就OK 不過它有個缺點 因為Google上面的語音辨識 基本上很厲害的 錯誤率其實已經很低了 但是 難免有一些錯誤 那我以前 其實最花的時間就是要校正 可是後來我發現校正太花時間了 所以後來 我就沒有太特別 校正 所以 如果以後 你看到 老師 你這個字幕怎麼一定要被錯誤 這個沒辦法 我已經盡力了 我沒有那麼多時間還要去校對 所以 其實也有那個 就是網路上的 就看到那個字幕很錯就抱怨 老師這個字幕錯太多 我沒辦法 OK 目前啦 除非說 因為畢竟我 做這件事情我根本沒有任何的好處 但是 還是 為了你們 所以我做了 因為之前有同意的說 老師為什麼別的網紅都有字幕 為什麼你的都沒有字幕 OK 所以我就想了辦法 錯了 但是做了 可能沒有做到一百分 但是我做盡力了 因為我說 做一些事情 其實背後其實 但也不是說特別為什麼 不過我是覺得 於一個 就是 我覺得 就是做一件事情我覺得 OK 這樣大家就差不多了 如果 假如說你們 有同學願意 所以幫我那個 校正的話 那可以跟我講一下 那所以每一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 我都會把這個影片放這邊 所以一段 然後一個影片 大概是這樣子 我們的連結在這邊 OK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繼續再來看 所以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的論壇部分 在這個位置 那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 一樣 到雲端白板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上課的講義部分 其實都在雲端白板上面 那今天的話 原則上 第一個單元 那第二個單元 所以你開啟那個 第二個單元 基本的語法 有結果控制 那打開來之後的話 今天的話呢 請各位 所以上個禮拜講的 這邊都有 包含就是說 拖曳資源 然後呢 關係運 還有 這個關係運算子 可能自己稍微看一下 兩邊的比對 就是邏輯判斷 左右兩邊比對的話 就兩個等號 那如果不等於的話 就金單號 等於 那這個大於 這個大於小於 大於等於 小於等於 這個都差不多啦 所以這個我想自己看一下 那邏輯部分的話呢 常用就是and跟偶 我納子比較少用 OK 那點在這邊 所以我們有用到像and 偶 這邊其實寫法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來看另外一個練習題 我上禮拜有講到 就是呢 請各位呢 試著寫一個 這個BMI計算 的一個程式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因為我們 做計算完之後 你會發現 小數點位數可能很多 但是我們其實主要是希望 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就OK了 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除了說BMI之外 我還希望幫我把評語給輸出的話 所以最後我是希望看到的結果 類似在我們雲端白板的 第十一頁的地方 也就是輸入體重 輸入身高 然後把BMI輸出 換行 然後這邊加一個評語冒號 把它的 到底評語落在哪裡 幫我輸出 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分兩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的話就是 先算出BMI 第二階段的話 再把評語把它加上去 OK 那程式基本上就在這裡 所以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至於什麼叫BMI 其實 就很很很 應該大部分同學應該都了解了 或者如果 如果不太了解的話 你在Google打一個BMI就可以了 BMI 第一個就是BMI值的計算器 其實我是從這一個網頁 拿來當成是範例 所以如果你不太了解 你稍微看一下 甚至它這邊其實也可以輸入 比如說你可以輸入 假設你輸入一個 身高 然後輸入 體重的話 然後你可以按開始計算 這邊會顯示BMI 有沒有 其實它這個背後是用JavaScript寫的 其實如果你想知道它背後程式 你可以按右鍵有沒有 右鍵裡面有個檢視原始碼 有沒有 檢視原始碼這邊就出現了 它原始碼 它的JavaScript寫在哪裡呢 就是寫在這裡面 你們可以找一下 在這裡 這邊有沒有 它的程式在這裡 Function 這邊大瓜 它這邊 這個Function名稱叫 Compute Computing BMI 這個底下的話 其實就是JavaScript的寫法 有沒有 那 只是說呢 這裡 我們如果說要把它改成 Python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再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其實JavaScript其實是沒有 防止 你看到程式碼 OK 所以請各位示意 我後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另外的話 如果你上個禮拜 假如說 你的email信箱 沒有給正確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再從那個 我們的雲端上面 進來之後 可以看到一個教學論壇 教學論壇裡面 就是這個網址 你可以自行再加進來 記得 可以的話 可以給我一個你的名字好了 可以看一下你的名字 然後呢 我就直接幫你們 加到論壇裡面 然後之後的上課 就是 我會自動 接到論壇之後 它會自動轉信到 你們的信箱 OK 那你們這樣就可以收到 我剛剛講到這個 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裡面當然 就是包含就是 第幾次上課 然後上課的清單 就是類似像這樣 上課的清單 然後呢 這邊會有一個 YouTube的一個播放清單 回去的話 我是建議 你如果假設 Python還是不太OK的話 可以把一些 每一個影片 再確認一下 你是不是都真的完全理解 OK 如果有一些細節遺漏的話 那可能就是再把它補一下 那另外除了影片之外 你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雲端白板 這個 上個禮拜是第一單元 跟第二單元 可以把它稍微看一下 好